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这支影片 今天这支影片要给大家来介绍 如何自己在本地的Windows操作系统上部署免费的建议 如果你喜欢的话,请继续晚上收看吧 首先我们需要在浏览器上输入发个capheads.com 然后这款项目是有在GitHub上已经开远了 很多大神正在开发当中 我们首先进入这个界面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看Redmi 然后我们需要GitClone下载这个项目到本地的路径 这里面我给大家展示 在本地的project下下载 然后输入GitClone 然后将刚刚粘贴好的面量粘贴下来 然后我们需要拷费到本地 大家如果没有Git的话 需要在Windows上安装Git客户 然后我们进入下载好的OpenCAD的路径 然后我们需要打开派查 然后我这里面给大家展示 如果在派查更改一些项目的配置文件 然后这里面我可以看到有Redmi 马克当本档 然后我们需要阅读它这个官方手册 然后如何使用如何安装部署 这个给大家已经猜好看了 首先他说在你安装之前确定好你已经安装了以下的内容 比如说棒 所以我给大家来部署安装棒 然后他这里面的这个命令它是错误的 我试到之后他说安装失败 我们需要将那个棒倒出去 换成棒倒到COR才可以安装 那比如说这里面 我在Windows PowerShell 开PowerShell通过管理员的方式进入 然后我们输入这个终端这个命令 这个因为他会报错 他说你的错误是308 然后我们需要更改他的路径 他的路径其实是Irm棒倒的COR 然后这个Install PS1 然后Pipe IEX 大家可以将我这个机面上的这个命令拷贝下来 然后输入你的本地 然后接下来还需要有Docker 然后大家没有Docker 需要安装Docker 然后这里面我们需要将这个Docker Compose up-d 然后拷贝下来 然后需要进入这个项目里 然后我们需要CD到这个OpenCats下的路径 然后执行这个Compose up 然后我们现在终于从路线程伺服器上 将这个镜像下载下来 他说报错 他说是你的数据资料 他的URB没有设置 然后这里面他一个路径 我们需要首先进入CD IPS 然后外面下的这个路径 我们需要将这个文件重命令 原本的路径文件名是env.exam 然后需要改成env.loc 然后将这个第二个 你可以看到他是windows 我们需要将这个Compose下来 然后需要重命令一下 然后这回我们通过PiCharm打开他这个文档 然后可以看到他这个是我们需要自己生成一个Biter 就是offer这个T 然后官方文档的他这个方式 我在windows上是运行不了的 然后我这里面采用六种方式 就是我在AI上提问的这个问题 然后AI给我回答 这个还是解决我那个办法 他是通过另一种方式 就比如说 boostream replace生成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输入过 在刚刚在AI上获取的这个命令 就是new keyword to stream 然后replace 让我们将它拷贝下来 然后在中转机power shell 运行一次 它会生成一个key 然后接着我们将它key拷贝下来 然后放到这个 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次去中转机上去 执行docker compose 然后我们输入 docker compose up d 你可以看到现在他是 把我们正在运行当中 冲远上四五级上拉起了一个镜像 然后已经运行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下来我们需要返回到这个项目的readme上 我们需要再看如何操作 再回到key up上 然后我们看看它这个操作流程 我们需要run bun run第一位在apps web下运行 我们这样运行是运行不了的 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个bombinsta 我们首先去先运行bombinsta 这个bombinsta就是安装它的依赖包 比如说一些千钻的框架 比如说react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正在帮我们就在安装当中 这个安装需要一些时间 这两个影片给大家跳过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安装好 大约是不到一分钟 然后我们需要运行bun run db 然后可以看到他是迁移资料成功 然后我们再运行bun run db 他现在开启一个服务在本地的localhost 然后新一是http 然后连接部port是3000 然后我们将这个连接拷贝下来 在本地的书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进入open 看了 然后我们需要点击you上方的projects 然后我们需要点击project 进入这个之后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project 我们需要点击youproject 然后这里面我可以就选择自己的影片 比如说我之前旅行的影片 然后我们这里比如说选择一个 然后他会上传到这个gira 他是本地的 你可以看到我没有将影片图转下了 那这个就是免费的剪影 这个跟那个软体差不多 但是目前有很多工程他是正在开发当中 所以说建议大家小伙伴如果有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话 可以等待一段时间 因为很多大神他现在正在联益下班的来部署 来替代这个免负的替代的收费的剪影 然后我平常的话并不是很喜欢使用剪影 我使用的是另一种叫 这个我续费了一年 然后感觉不错 主要是我想他这个素材库 然后以及他这个AI功能 然后包括他这个比如说对人们进行AI马赛克 然后他的项目非常好 不像剪影了那种就是傻瓜式的 然后这个Fumura他对吧 我觉得好用要比剪影好用1000倍 然后他这个功能比较多 只要你是去的路远 基本上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的功能都能使用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用我这个链接去购买这个Fumura 然后大家有这code 然后我强烈大家使用这款软体 当然了你也可以使用我所部署的免费的建议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 别忘了订阅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大家如果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收藏我的影片 或者留言 我会帮助大家的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影片频道里面 比如说我自建的 就是自建VPN和VPS服务 大家如果不喜欢某一个方案的话 可以选择另一个方案 这边我给大家来部署OpenVPN 然后在免费的Oracle上部署OpenVPN 以及Virgar的VPN 以及就是操作点击 几个按钮也可以部署自己的VPN 以及在Azure上 或者是在Azure上部署V2ray 很多方法 你可以看到是里面我们的影片 还有就是比如说评测VPN 比如说自己安装AI软体工具 以及AI语音克隆 说这是我的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记得我 就是这个频道 让我们把评论又开到 那这边可以拍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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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